我现在就是一整个金层内定的状态 就已经这样了 我朋友买了一辆电瓶车 他说带我去兜方 我们骑到那个半路的时候 就被交警给拦下了 交警说电瓶车不能带12时以上的 我来陪你带 我来陪你来 陪你来陪你去点上 他被拦下了之后 他就在那个路边跟那个交警在那交涉嘛 最后我就发现我旁边就是家里一个男的 然后他就盼着我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要过马路 我就也没有带你 他就等那个装度电瓶了 然后他也不过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了 我朋友跟交警聊完天 就陪着他一起推着车往这边走 那个人他就盯着我 然后跟着我 他距离我就不到一米 他长得很高 然后有一点壮 然后他看着我的那个眼头就是这样 就是 很恐怖啊 我们俩到时候都吓风了 这太恐怖了 根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就试探了一下 我就抓着我朋友往反方向走 他马上他就掉头 看着我们 跟着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我当时眼里就吓麻了 我就赶紧拉着他往那个交警那边走 我就站在那个交警的旁边上回头 我就盯着他看 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捷定 他离开了 我边走还边回头看我啊 我真的 我整个人当时我已经变态了 你知道按我这个脾气 我当时是想说他几句的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 就想到了最近的那些新闻啥的不是吗 我就留下害怕了 我就怕他长得这么高 他就直接可以打我几下 我感觉我就打了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这个大白天的情况下 人来人老的情况下 有警察的情况下 他还能如此大胆 他能有这样的危险存在 我还去吃 白天黑夜感觉都不安全 我没问题啊 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我真的会吓死了 吓死了 吓死了 我只会 emed几十秒的